国旗伴着朝阳升起 是养恩大学创始人老华侨吴庆兴先生 为学校定下的最为重要的规矩 当年吴庆兴先生从香港返乡 带着整整一厢的国旗 我所在的学校在一个穷山沟里面 那里面雨水多风大 国旗用不了多久就退色了 我在国外选了上好的面料 然后在香港制成了一厢的国旗 准备带回学校 很多人或许很难理解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所具有颁发国家本科学历证书 和授予学士学位资格的私立大学 为什么会诞生在这群山环抱的地方呢 1986年 吴庆兴先生带着父母回乡办校的遗院 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到故乡 经过多日的走访踏刊 他改变了单一办学的想法 而是选择创建一个 即教育科研生产为一体的系统性工程 吴先生在创办养安大学的同时 也引进了一些工业化的生产线 那么为家乡传统农业 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型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同时也促进了我们马甲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所一体化大学的落地 不仅带来了新的教育理念 已改变了周边村庄的面貌 三十多年过去 曾经贫穷的山边小村 已经摇身一变 成为养恩湖畔不业的灯火 所以吴先生经常讲的一句话 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 就没有自己小家的幸福 只有国家强盛了 我们自己的小家才会过得更好 让家里变得更好 是每一个离开马甲 外出打兵的人不便地念想 虽然每年回乡的时间不长 但是杜盛侯总会到村里的古桥 古道去走走 想想能为村里再添置点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村 甚至也不需要 不需要搞那个什么 大规模的开花 包括工厂 去把乡村搞得更漂亮一点 在马甲中学中心 建立了一种教学楼 于是在爱乡人士的集体助力下 马甲的学风 正一年一年的发生着变化 马甲中学操场上那棵老榕树 便是这时代变迁的见证者 作为马甲中学 第一届高中毕业生 九居香港的杜真最教授 在回乡的时候 也总是来看看 当年他们亲手埋下的 希望之中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大超堂 当年就是我们开的 当时是一个小吐蕃 所以当时 因为我们学校是从无到有 从有到发展 从发展到壮大 那我们从初一读到高中 有一个口号叫 饶动见校 六十年前 杜真最和同学们 亲手盖起了自己的学校 六十年后 杜真最带着儿子杜若红 回校成立了文化馆 当他们把半生所学 亲手放进母校的橱窗 带回来的 不仅仅是他们对后学的传承 与家会 更是亲手 为后学们铺设了一座 通往更加广阔世界的桥梁 事实上在目前 因为我爸爸做了一个 非常好的基础 特别是在这文化方面的支店 那么我是在他的基础上 希望把这个家乡 说走出去嘛 把这个家乡的一些文化 甚至我们说 固有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把它带到香港 甚至海外 也是海外 跟香港的一些文化 可以回归到家乡 做一个互动 因为这是我 可以说是出生的地方 现在事实上 对家乡的那种感恩 或者说在成长过程当中 那种深刻的影响 越来感受越深刻 那么诗歌里面的 这种乡愁的情绪 随着时间推移 很奇怪 人越长的时候 这种乡愁越浓 无论是什么时候 又无论是走到了哪里 马甲人怀揣着回馈 故土的志愿 承担起复兴家乡的责任 用自己的勤劳所得 与阅历智慧 让这片仙山下的沃土 绽放新时代的勃勃生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